另外再来看到呢 中南部近期连两天好大雨不断 尤其高雄出现许多的路面崩塌的情况 但是却有网友呢 他把箭头指向了被罢免的前高雄市长韩国瑜 好 脸书一打开哦 开头就写下 治水路瓶只是韩国瑜自我催捧的神话 后面再贴上一连串新闻连结哦 直指呢高雄天坑问题 都是前高雄市长韩国瑜任内没有处理好 好 对此呢 钥匙林诗峰看到这则贴文呢 直呼真的是奇闻共赏了 反问现在高雄到底是谁当家 你又当家了多久了 大骂这个发文的粉丝团哦 根本只关心的是民进党的未来 另外再来看到呢 高雄市现在被封为是天坑之城 主要是因为连日豪雨 高雄六天内出现五个大坑洞 马路上出现了五个大洞 被蓝银酸是天坑之城 现在引发蓝绿隔空交战 民进党一名现任的市议员 昨天呢他打电话给谁 他打电话给前副市长李四川 他称赞他呢和工程团队 一年前一年前呢 诗座的小港区沿海路 经得起豪大雨的考验呢 路况保持的相当的好 好李四川说呢 他说这个路面呢会出现凹坑坑洞 原因有三大原因 最常见是侧沟和寒箱的连结管破裂了 土石冲刷才会出现凹陷 另外一个呢可能是自来水管或污水管的破裂 或者是管线单位回填工程 夯实不足都是这个道路凹陷出现天坑的主要原因 好另外我们再看到前高雄市民政局长陈怀荣 他说现在在高雄市的团队处理天坑问题 速度上呢比起韩市府慢了半拍 好针对这个高雄天坑问题 高雄市议员邱宇轩痛批 他说陈奇迈市长信誓旦旦挂包紧 他说目前高雄的路况是东京品质 没想到呢一场豪雨全面破功 但是现在网路上啊 全部都怪罪给高雄市前市长韩国瑜 韩国瑜都已经离职400多天了 最后呢邱宇轩还说重话 他说这个霸函四君子 俨然已经成了铁麦四君子 一起来听最新说明 海水退了我才知道谁没有穿裤子 一场豪雨呢我们看到卖卖 所谓的东京品质全面破功 陈奇迈市长你不是说你的道路是东京品质的道路吗 那现在的道路品质是戈吉拉肆虐过后的东京吗 那另外呢我要针对WeCare的事情做一点回应 其实大家都知道韩市长在位的时候 WeCare跟所谓的霸函团体 是怎么高标的凌辱跟严格的监督韩市长 那请问一下现在的天坑你们视而不见吗 结果好不容易你们出现了 没想到你持续监督韩国瑜市长 请问一下韩市长到底还要做高雄市长 做多久难道像马英九一样吗 在民进党心中所谓的总统只有马英九总统 所以有是韩国瑜没事陈奇迈 反正高雄市所有的事情都是由韩国瑜来承受吗 所以我还是要呼吁我们所有的团队 就是我们所有的所谓的公民团体 还有所有的民众 请你用同等的标准来检视现在市政府的政绩 九位露面的霸函四君子WeCare团体又来了 只是不晓得他们是得了失忆症 还是心中太响亮韩国瑜市长 连最近高雄市发生这么严重的淹水问题 以及路上层出不穷的天坑 都要怪罪给已经离职四百多天的韩国瑜市长 不晓得他们是在替陈其迈市长谢哲 还是在他们心中韩国瑜才是真正的高雄市长 这个霸函四君子远然已经成了铁麦四君子 针对这个高雄的天坑问题 前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他在脸书po文了 他说呢还韩国瑜公道者必成其迈 好朱立伦呢在脸书中提到 他说灾情之后大家都怀念 韩市府团队与李四川副市长的政绩 路平灯亮水沟通不是口号 这场大雨呢冲垮了民进党在高雄的表面置机 冲破了侧翼王军的面具 朱立伦认为还韩国瑜公道者必成其迈 所以呢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是对之前韩国瑜的政绩给出了正面的评价 好另外再来看到是因为好语不断 高雄天坑的问题国民党高雄市议员邱于轩 他5号在议会上要求 他要求呢市长陈其迈应该要将特别费 以及公关费减半投入纾困 没想到此话一出邱于轩的脸书 却遭到网友洗版攻击 台北市议员王宏威就痛批 现在都用攻击在野护航 齐迈天坑吗 来听听看他怎么说 高雄市经过连日大雨造成市区很多的天坑 可是现在很多的令云侧义和1450 却跑到高雄市议员邱于轩的脸书去出征 要求邱于轩像陈其迈一样的来捐钱 陈其迈捐钱是他自己的事情 更何况他身为市长 他所领导的市府团队施政不利 让高雄成为了天坑之城 可是现在的这些绿云侧义和1450 如同WeCare高雄一样 反而是用监督在野党的方式 来企图转移焦点 市议员来监督市政是天经地义 可是这些侧义想要护航 想要转移焦点 其实只是更凸显 现在高雄市府团队的无能而已 速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